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杭州亚运会11日第8个比赛日 产生35枚金牌 乒乓球掘出女单和男双金牌 孙颖莎、携手王毅迪冲金 王楚清、樊振东孤军作战 羽毛球产生男女团冠军 中国男团迎战印度队 女团的决赛对手则是韩国队 跳水和举重也将产生二金 田径赛场掘出多达8枚金牌 吴燕妮出战女子100米篮决赛 跳水赛场 中国跳水队出战女子双人三米板 和男子双人10米台两个项目的比赛 世锦赛冠军陈奕文、昌雅妮 和奥运冠军炼俊杰、杨昊出场 冠军不会旁落 中国举重队出战男子两个级别 61公斤及A组决赛 李发斌、丁洪杰参赛 主要对手是前世界纪录保持者 印尼名将伊拉万 男子67公斤及A组决赛 胜利军参赛争冠 男足四分之一决赛 中国队将对阵强大的韩国队 刚刚在奥运资格赛上 杀鱼而归的中国女排 将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 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印度队 取得开门红、肌无悬念 中国女篮小组赛第三场 对阵印度队 理应以三战全胜的战绩小组出现 杭州亚运会与毛球女子团体决赛结束争夺 最终 国语0比3不敌韩国队 无援冠军 连续两届亚运会获得银牌 国语女团出战的陈宇飞 何宾娇和陈清晨 贾亦凡没有获得哪怕一局胜利 决赛完败 陈宇飞在比赛中始终处于被动 第一局的转折点在10平之后 韩国队的安喜盈打出一波8比1的进攻高潮 直接拉开比分差距 没有给陈宇飞太多的机会 21比12拿下 第二局初期陈宇飞打得很好 但无奈的是 安喜盈的防守很好 陈宇飞失误开始增多 又是在局中阶段 安喜盈扩大领先优势 21比13再下一场 大比分2比0击败陈宇飞 陈清晨和贾亦凡今年获得世锦赛等冠军 无奈还是0比2不敌韩国组合 第一局全程处于被动 一直扮演追赶者的角色 虽然一度追至17比18 但陈清晨和贾亦凡连续失误 18比21送出首局的胜利 第二局一波三折 低迷的凡辰组合一度追到6平 但还是被白河纳和李少希压制 比分差距逐渐扩大 虽然挽救了两个场点 但还是以14比21输掉 大比分0比2溃败 何冰娇世界排名第五 两人从初期的敖战 到后期金家恩20比18拿到两个局点 何冰娇不放弃 连得2分也拿到局点 无奈对手关键球处理能力更强 23比21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初期金家恩就打出一波流 打得很连贯 以2比0击败何冰娇 这样本场押运会女团决赛 韩国队3比0夺得冠军 国语女团甚至没有获得哪怕一局的胜利 这样国语女团连续两届亚运会获得银牌 上一届雅加达亚运会决赛不敌日本队 如今输给韩国队非常遗憾 此外在拱束运河体育公园体育馆 举行的乒乓球项目女子单打半决赛中 头号种子孙颖莎在第三局连续挽救5个局点 11比7 11比8 14比12 12比10 取得了对阵申育宾的五连胜 率先晋级决赛 头号种子孙颖莎本轮比赛的对手是三号种子 韩国好手申育宾 双方此前有过四次交手 孙颖莎四战全胜 而且一局不失 二号种子王一迪 在一度手握在末点的情况下惨遭逆转 4比11 11比3 8比11 11比7 12比10 13比15 10比12 赋予四号种子早甜吸纳 中国队无人连续第四次 历史第十次包揽冠亚军 杭州亚运会 田径男子百米飞人决战 中国名将谢振业表现出色 跑出9秒97 毫无悬念夺得金牌 泰国选手布里鹏 跑出10秒02 屈居亚军 马来西亚选手法赫米 以10秒11摘铜牌 值得一提的是 谢振业成为继劳裔和苏炳天之后 第三位夺得亚运会 百米冠军的中国选手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冠峰 跑出10秒34 排名第七 上届雅加达亚运会 苏炳天跑出9秒92夺金 并打破亚运会记录 不过苏炳天因身体原因 无缘杭州亚运会 谢振业和陈冠峰携手出战 两人的职业生涯 最好成绩是9秒97和10秒06 谢振业和陈冠峰 成功闯进半局赛 值得一提的是 谢振业在预赛就跑出10秒07 以小组第一强势晋级半局赛 半局赛比拼 谢振业延续火热状态 在半局赛始终占据领先地位 一马当先冲过终点 以10秒03轻松拿到小组投名 而10秒03 也是谢振业本赛季最好成绩 此外 今天晚上7点 中国女排将对阵印度女排 迎来自己的亚运首战 中国女排近期已经完成奥运资格赛 并于9月28日入驻亚运村 中国女排曾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金牌 此前在奥运资格赛上失利的中国女排 在本届亚运会上能否未免成功 对受球迷的关注和期待 根据赛制 中国女排从11日开始 将先后与同在A组的印度女排 朝鲜女排进行组内小组赛 最终排名小组前两名的队伍出现 到了第二阶段 晋级的八支球队将再进行交叉赛 每个小组排名前两名的队伍晋级到四强当中 女排决赛将于10月7日 在杭州师范大学苍前校区体育馆举行 首战对手印度女排 目前在世界排联榜单上 排名第55 中国女排排名在世界前十 要取得开门红 没有太多悬念 另一个小组赛对手 昨天战胜印度女排的朝鲜女排 最近一次跟中国女排在大赛上的交手 要追溯到广州亚运会 当时被中国女排直落三局击败 从纸面实力上看 中国女排占优 小组第一出现的机会很大 自1962年亚运会设立女排项目以来 中国女排共获得12枚亚运会奖牌 8金3银一同 韩国女排在亚运会上共获得14枚奖牌 其中包括两枚金牌 2006年多哈亚运会是他们唯一一次 未能登上领奖台 泰国女排在今年9月的亚洲女排锦标赛上 击败中国队夺得金牌 第三次在该项赛事中夺冠 本次亚运会 泰国女排的目标是夺得金牌 此前 他们曾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夺得铜牌 并在2018年亚加达亚运会上夺得银牌 此外 本次亚运会上 主教练蔡斌是否会安排年轻球员上场锻炼 也是球迷热议的话题 跳水项目 中国跳水队将出战女子双人三米板和男子双人十米台两个项目的比赛 市井赛冠军陈奕文、昌雅妮和奥运冠军炼俊杰、杨浩出场 冠军不会旁落 田径赛场将产生八枚金牌 分别是男子牵球、跳远、1500米、3000米障碍 以及女子铁饼、1500米、七项全能和100米篮 石宇豪和王嘉南携手力保跳远金牌 冯斌是铁饼的最大热门 而备受关注的吴燕妮将出战女子100米篮的比赛 射击飞碟项目将产生男子多项 女子多项两个项目的金牌 张新秋、武翠翠、李清念将出战女子多项比赛 其中李清念是这个项目的亚运会未免冠军 郭宇豪、齐盈、王宇豪将出战男子多项比赛 女子水球进入单循环赛的最后一轮 同时产生冠亚继军得主 未免冠军中国队将与日本竞争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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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